哈喽 这一集呢 要来介绍我们的广西行程 包含了桂林 龙岐漆田 还有杨朔 决定把它剪成一个视频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呢 去了解到如果要去到这个地方 可以怎么样安排行程 好了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 进入正题前还需要提醒大家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然后还有留言 或者关注我 可以一起发现生活的新鲜事 这一集我会区分为不同板块 来介绍每个重点的旅游景点 它到底有哪一些特色 还有哪一些注意事项 那这一次呢 会分享的有 好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去的时间点呢 4月30号到5月5号 总共是6天午夜 而这午夜呢 我们也分别都住在了不同的民宿 详细请一看安东和日水 都可以看到这几天我们所住的地方 为什么五天都要住不一样的地方呢 所有的景点都非常的分散 所以建议你就是玩到哪 睡到哪 这样的话比较不会走回头路 我们是从上海飞跪邻的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飞行的时间呢 是早上10点在浦东机场起飞 12点35的时候抵达两江机场 武艺是比较贵的 我们大概花了2000多块 这一次的所有的行程都是自驾游 你就是在两江租车之后 然后你就整个开 开完到最后再还给机场就可以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花费大概是 6天午夜1700左右 它的名字又叫做龙胜梯田 650多年的历史 海拔高度有到1100米 最高的波度是50度 因为它的山脉很像龙的背脊 所以呢它就叫做龙脊 山石龙的脊 前世云中梯 最多人问的问题第二 就是旅行时间呢 其实一年自己去龙脊梯田 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雪的梯田 在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绿泱泱了 那在秋天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金黄色的样子 我要问最佳旅游时间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人会推荐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四五月份的时候 龙脊梯田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静面的状态 因为它灌水当中 所以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呢 所有都是金黄黄的一片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是最多人去的 也很多人会推荐是十一错峰去 就是十一的结束后 在过去其实也还是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梯田的 好 那再来第三个最多人问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景区到底它的票价怎么算呢 然后它到底有多少个景区呢 这个也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最多疑问的一个部分了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景区的一个汇集总成 所以你并没有办法真的玩完整个龙脊梯田 它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呢 你买票的时候 它是一张通票 80块钱 你所有的这个地方都可以去 但是要特别注意哦 景区它的停止售票时间 应该将近是下午5点半左右 那如果晚于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进入的话 建议如果你有住宿也可以打电话给这个民宿的老板 去解决这个晚近景区的问题 就我们当时龙脊梯田的门票 其实翻过来就可以看到它总共有四个区域 因为有两个区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这里我觉得网上是让我最混淆的 就是它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 到底在讲哪里呢 其实在这里整理出来 金坑洪窑梯田当中的村子 有两个村子 第一个是大寨村 第二个是田头寨 那因为呢 它是出产金子而得名的 所以这里又是四面环山 酷似天然的这种天坑 所以因开发时间是比较晚 这个地方呢 交通其实是比较不方便 游客其实是比较少的哦 因为你想想看距离这么远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跑这么远进来的 商业其实是最不浓厚的 这一高手都是选择来这个地方啊 住宿条件也算是不错的 我们这一次呢 就入住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开车过来 其实也是开了好久好久 它距离这个售票处 23公里这么远 所以你大概要再开一个小时多 其中金坑的观景台 有四个观景台 第一个是西山少乐 它是最高的 最适合看日出的 第二个 千层天梯是离宅子最近的 视野非常的宽阔 这也是我们特别有去到这个地方 非常推荐 第三个就是金坑顶 有些人会看到说 为什么有人有坐缆车 它也是唯一一个要过缆车的地方 第四个 七星追越其实是当你经过千层天梯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七星追越的观景台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景点 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梯田 那我们这次去的呢 基本上就是七星追越 还有千层天梯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觉得整个画面非常的美丽了 就是以民宿周围来游玩为主 平安窗载梯田最主要的称子就是一个 它就叫做平安寨 众族的一个部落 平安梯田呢 是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 而且名气最大 基本上呢 也是整个设备比较完整的 其中一个点呢 是这里因为距离这个售炮点不远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来这里 作为一日幼的景区 提醒大家一下 到了平安寨呢 基本上会先看到停车场 那你的自驾车呢 必须要先停在这个停车场 然后搭百度车去到这个景区 我们一路来到了九龙五虎观景台 就到了这边啦 对走吧 这好像穿服装的 不用谢谢 现在它来玩下吧 也这样 当作剑走 大部分的旅行团都停留在 九龙五虎的那个观景台 就很少人在步行下来 但其实 想要补据不同风景 只能走一走 平安梯田呢 总共有大小物一的这样子的梯田 拼凑而成 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 总共是有15862块 观景台总共两个观景台 而第一个呢 你在坐百度车之后 你就会抵达到的叫做九龙五谷 你可以一路走过去走很遥远很遥远 就可以到第新半月 第三个景区是龙极古壮寨梯田 在五一的时候是有开根节的 但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过去 那基本上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梯田大多都是大屯小异的 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全部都要去 可以精选自己想要去的 也是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就是交通 到底从桂林去到这个龙极梯田 其实距离是80公里嘛 总共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自驾 自驾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就是直接是自驾过去的 其实从龙极梯田往返桂林市区来算的话 大概是四个小时 但是在这边要特别注意 龙极梯田如果你是要去金坑的话 我不太建议出手去驾车 因为真的是这个山 骑驱的山路非常的危险 我们其实在驾车年龄 都已经承受的情况之下 都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是很好开 专车司机因为非常熟那边的路 所以他们都开得非常的快 在会车的时候 他们也完全毫不留情 也不太会杀车的感觉 就是完全不留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说如果你的开车 不是非常拿手的话 最好不要开车 那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包车 因为当地毕竟有很多的这种包车服务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小巴 这种小巴是应该从桂林这边 是可以有直达车的 那有这三个方式大家可以选择 我玩天数到底要选择几天呢 其实有两种玩法 大部分人会选择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 一日游的玩法 建议大家就选一个天天就好了 其实去平安寨就够了 两日游的话 会建议大家住到金坑 因为你可以看到日出日落 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美景 第一天的时候去到了这个金坑 然后第二天就去到了这个平安寨 对我们两个景点都看到了 也觉得非常的值得 就是两日游的优点 第六个问题是住宿的安排 要怎么安排呢 像我刚刚有说 其实很多民宿都开在平安寨 跟金坑两个选择 如果你想要驾车 或者是你不想要开这么远的话 我注意因为山路非常的崎岖 所以很有可能会晕车 其实近一点的呢 就可以去平安寨 这边也可以 那我们就到金坑这边呢 也是一个清静自然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淳朴 并没有任何商业化气息 好了可以点到这个安妞一日睡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民宿的更多介绍 后来呢第二日 我们就从龙基梯田回到桂林市区 但桂林市区是我们的中转站 我们并没有特别认真的玩 所以这就不特别介绍了 有一句名言叫做桂林山水假天下 杨朔山水假桂林 所以呢真正要去的不是桂林 真正要去的是杨朔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马上呢 就是在这个桂林停留了一晚 睡觉之后呢 隔一天我们就出发去到杨朔了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杨朔的影片也非常的多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咯 记得按赞 然后还有关注我 曾安妞一起继续到不同的城市旅行吧